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那么现在去哪呢 由于奥克兰呀 还是处于这个level 4的这个封城的这个状态呢 那么现在呢 去朋友家呢 拿一点这个蔬菜 由于这个封城的关系呢 去超市买东西呢 实际上也是比较危险的 哪怕是带着这个手套呀 等等等等 蔬菜呢 也不如平时正常的日子来的新鲜 早上呢 一些大姨大妈呢 很早呢 就去这个菜市场呢 把菜给抢掉了 所以呢 要吃新鲜的蔬菜呀 好吃的蔬菜呢 实际上在这种封城的状况底下呢 是显得非常的困难的呀 那么今天早上 刚好有一个很多年的朋友啊 他爸爸啊 是一个老中医 那么给我打电话啊 说有一些这个有机的这个蔬菜啊 问我要不要去取一点 哎呀 我之前其实已经吃过了一次啊 感觉是非常的有菜的这个味道啊 一点工业味都没有啊 什么叫工业味 就说一些蔬菜种出来呢 啊 感觉呢 菜味不是特别浓啊 这是那种化肥吹大的呢 呃 确实是没有一种农家菜的这个感觉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也是去他家呢 那我也是去他家呢 去取这个菜 当然了这个L4的封城当中呢 我们是不可以接触 不可以见面的 所以呢 我在快到的时候呢 就会给他放个短信 那么叔叔呢 会放到门口呢 让我去取 那么我看一下都有什么漂亮的蔬菜 今天 实际上现在这个天气啊 是非常的糟糕的啊 新西兰就是这个这么奇怪的一个地方啊 其实这次封城呢 跟之前的封城比起来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的 哪怕是这个最高级别的封城 可以看到这次整个新西兰的社区啊 整个社会呢 因为以前封城封灌了 非常有这个经验啊 大家也是非常有默契的 还是频繁的出行啊 该去沙滩的沙滩 该做运动的运动 当然了 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隔离的这个 人与人之间这个距离的这个规则呢 还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呢 还是不能违反的 你看这个买酒的地方 那个车可多的多的多的呢 好了 马上要上这个高速了 那么我到了之后呢 再给大家讲 哇 去到他家还在门口迎接我呀 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应该是这个芥菜 芥菜呢 我来煮汤是非常的甜的啊 一点都不苦啊 新西兰的这个种出来的这个芥菜 我估计呢 等一下弄一个芥菜 咸蛋肉片汤试一试看 好了 那么就赶紧先回家了 就不在外面多逗留了 这个可大了 像个巴掌似的啊 像芭蕉叶 还能散一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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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放入口水 放入口水 这个小块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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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汁 和 dice 炸的盐、炸的盐、蜂蜜、油、蜂蜜, Cheers. 好 我们来试一下哈 确实有一些农家菜的感觉 再试一下这个芥菜 确实给在外面跟超市买的那些是非常的不一样 好了那无论如何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了 让我继续喝汤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是Gary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